养猫养狗的举手 我看一看 你看看 就三四个不养的 猫狗都养的 那几个 你看 三个 四个 五个 王梦瑶 就是我家里现在是有四只猫 还有两只狗 就是遛狗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可以胜任吗 你觉得阿弥你好 我觉得可以胜任 对 但是你这个养的 它确实是有点多 你一个人养吗 是在家里和我妈妈一起会照顾他们 你不当交警这个事 父母反对的是吧 对 那跟他们讲 他们肯定不同意的 你就是自己做了决定 对 我就自己做了决定 主于先然后奏的 你们有没有人 在你们的职业选择当中 辞职没有跟父母商量 自己做决定的 有没有过 陈小旭 我倒不是辞职 我是复读过一次 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报了一个北京学校 但调剂了 调剂成了一个 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学校 都没有跟我爸妈说 然后我就直接通知他们 说我决定复读 然后他们也就接受 接受这样子 三号 我之前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里面正式职员 然后后面我就觉得太累了 太辛苦了 因为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忙到很晚 我是辞职之后才跟他们说 我说我辞职了 然后他们非常惊讶 因为我是裸辞 6号 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 然后其实医院在大部分家长的眼里 是一个挺好的工作 但是我当时觉得太千篇一律了 然后我就直接找了下一份工作 然后找好了 我再通知我的家长 但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反对 他们就说好吧 因为他们一直还是比较支持 我的所有的选择 在他后面的职业描述当中 感觉他辞职以后过得很开心 对 红师自己的体育行业比较开心 你觉得自己的这个选择 你是满意的是吧 对 我自己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负 但是我要在此跟他们说一声 对不起 对